本周你不是开始了这个犯太岁这个问题吗 您也都做了详细的开始 他说这个执太岁 冲太岁 行太岁 破太岁 害太岁 这五种犯太岁的程度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哪一个最大呢 执太岁 冲太岁 都有问题 但是也就是说 本明年犯太岁是比较小的 不是太大 冲太岁比较厉害 所以人家说对冲 所以为什么叫六冲 所以六冲就是这个冲 所以六岁的人 小六岁跟他结婚 你们两个相克的 克的很厉害的 会把对方克死的 克死 而且动不动就吵架 再好也没用的 那师父 如果说从你讲这个六冲 把对方克死 那么英国角度是什么样的英国呢 前世他哪里 英国角度很清楚了 他上辈子欠他的 所以他生出来就会比他小六岁 哦 明白了 还有一种 是不是冲安节太重啊 是这样吗 对啊 冲安节太重 他就让你到他的身边 而且比他小六岁 而且非要跟你在一起 结为夫妻 然后最后他把你害死啊 明白了 因果报应 所以有的人一辈子 一辈子都是英雄 最后砸了一个女人身上 这个女人就是来问他 要在的 就是来报仇的 就是这个道理 明白了 谢谢师父 那师父 您开始过犯太岁者 可每月一次性 烧送二十七张小房子 净赠某某的药金者 求太岁菩萨保佑我 某某月份平安 一个月一求 请问师父 冲太岁 行太岁 破太岁 害太岁的生效 是不是也需要这样化解呢 要化解 要化解 所以最好的方法 家里供一个太岁菩萨就好了 你看哪有一个法文是供太岁菩萨 我们不是供啊 这么好 对对对 那师父 家人不幸福 我们可以带他求 带太岁菩萨吗 如果可以 如何取求 可以啊 如何取求呢 师父 我绝对没有什么关系 主要问题就是说 你要求了菩萨之后 太岁菩萨 当然给菩萨面子了 你是已经学佛人不一样了 哦 太好了 这个就是 所以只要 我们说一柱香 对不对啊 收给菩萨 进攻菩萨 实际上就是进攻你心灵的佛性呀 你这样的话 你有佛性出来 你说太岁会给你搞不拉 不会的呀 哦 那师父 这样说 我某某某的 带我 带我 或什么 亲人 拜太岁菩萨 恳请太岁菩萨 保佑他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这样就可以了 对啊 在这菩萨 能够宽宏 大量 能够 啊 赦免啊 这个某某某的啊 这个业障 你这样讲 赦免啊 因为天上 明白了 明白了 你跟他讲话 都要讲赦免 赦免就是 赦免 免去 大赦嘛 大赦实际 赦就是一种慈悲嘛 免就是 慈悲之后才会免去 跟你的冤解嘛 明白吗 明白明白 学学的角度 为什么这些太岁菩萨 都是像大将军 今天是唐杰大将军 明年是江湖大将军 都是像大将军 这个还不懂啊 太岁菩萨 是值日菩萨呀 值日的 值班的呀 值班就是大将军 在值班巡视呀 人间呀 明白了 这还不知道 这是武将啊 他是由武将来值日 来汇报给天界 玉皇大帝 那你说 师父武将是值日 那玩将就是 玩官就是记录 是这样吗 理解吗 文官记录嘛 你看哪些天官是文官了 天官就是文官 还有呢 我听啊 财神菩萨是不是文官了 探神菩萨不是 我问你 财神菩萨是不是文官了 文官 高层没听 文官 财神菩萨是完财神 好嘞 那个叫武财神 那个叫文财神 都有的呀 天上有文武 人间也有文武的呀 对不对 那师父 为什么那么多财神 你像范黎啊 那个笔干啊 都是文财神呀 师父 我问你 为什么有这么多银行啊 明白了 我说你 我说你 我看你 我看你 如果得不成端